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关于人类赛博格化的电影《攻略机动队》 什么是赛博格呢? 这个词音译自英语里的cyborg译词 简单来说就是人类与电子机械的融合系统 人类与机械融合,这说的不就是手机吗?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下面就跟着星星一起来看看赛博格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故事发生在未来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机器的构造越来越精妙 人类得以运用人造的肢体来强化原来的身体 这项技术被军工企业办华公司拿来研究军用的赛博格人 他们将人脑移植到人造的身体之中 希望能够创造出最为强大的战士 这项计划被命名为2571计划 由寡姐斯嘉丽,约翰逊饰演的女主角上校 就是这项计划的杰作 上校被创造出来之后就被安排进入了政府特别机构公安酒客 并被寄予厚望 作为第一个除了大脑全身赛博格化的人类 上校有着无与伦比的战斗力 到底有多强,看看这一幕就知道了 几十层高的大厦,说跳就跳 这种玩命的举动还真不是正常人能干的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上校发现一个自称为九世的黑客 正在不断杀害斑华公司的高管 并运用黑客技术侵入到这些高管脑部 窃取高管的大脑数据 黑客九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查明真相 上校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他将自己的大脑切入到曾经被九世入侵过的电子脑中 经历一番惊醒后 总算找到了九世曾经去过的夜店 在夜店,大义的他被一伙黑帮分子抓住 坏人将上校锁在钢管上 想逼他跳钢管舞 但上校就是上校 强大的赛伯格人岂是一般人类能够预料的 用一出战斗力爆表了钢管舞 解决掉了黑帮小洛洛 之后上校继续探查九世的动向 但是没想到却被狡猾的九世布下陷阱 整个人都被炸弹炸飞了 好在他的身体本身就是由电子器械构成 修复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同行的搭档就没那么好运了 他的眼睛被炸弹毁坏 最后不得不安上一副电子眼 尽管上校的身体很快就修复还原了 但是心理上的危机却越来越严重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能不断被替换和修复 那这个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吗 他到底是人还是机器呢 还没等上校解决自己这些心理问题 又接到九世出来搞事的消息 一位参与2571计划的科学家被九世给杀死了 九世又黑进两个清洁工的大脑 企图杀死欧莱特博士 他是一直帮助上校修复身体的博士 同样是这项计划的参与者 好在上校及时出现 救下了博士 在经过一番神乎其神的博斗后 上校逮捕了其中一名清洁工 并通过这名清洁工 成功追踪到了九世的IP地址 追踪过去后却被狡猾的他给捉住 他并没有加害上校 而是告诉了上校自己的真实身份 和杀害伴华高管的原因 原来2571计划 并不是仅仅针对上校一个人的 在此之前 伴华公司还进行过多次实验 那些实验的失败品 最后都被伴华公司给销毁和遗弃 而九世就是其中一位幸存者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上校的搭档赶了过来 九世仓皇逃走 得知九世真实身份的上校 很快就找到了2571计划的参与者 欧莱特博士 询问自己的真实身世 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被人植入了假的记忆 一切都是为了将他打造成 无与伦比的战斗机器 得知这个消息的上校 三观崩溃 迷失了很久 搞了半天 你们居然一直在玩我 最后上校决定去寻找自己 被改造前的身世 但是板华公司可不会让他这么干 为了让上校重新成为一个完美的任务机器 板华公司老总卡特派人捉住了上校 并决定清除他的记忆 但是上校的创造者 欧莱特博士却不忍心注目做 他选择了放走上校 并将能寻回上校真实记忆的钥匙 给了上校 上校跟着钥匙的提示 来到了自己原来的家 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 从母亲那里他得知原来自己本名叫做素子 原本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女 最后被板华公司捉去 进行了人体改造实验 了解到这一些恶举动之后 上校决定和公司之间做一个了断 与此同时 板华公司的老总也意识到 他无法再控制上校 于是便决定派出公轿车 想要毁灭上校和酒市 在法外之地 上校和卡特派出的公轿车展开了一场 赛博人大展公轿车的好戏 一番较量之后 上校终于破坏了公轿车 而他自己的身体也再次报废 同上校一起的酒市也被公轿车摧毁了身体 他决定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网络 在那里他将获得永生 而上校则选择了继续留在自己的机械身体中 与人类为伴 老总的阴谋最终被公安酒客组长拆穿 获得了自己应有的惩罚 上校也与自己的母亲团聚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他是人而不是机器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